所有第一堂课的学生必须跟我学英语语言的结构 以及我们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阅读长篮句 因为我们拿到手的是一份英文诗卷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快速的有效的把握住里面 这个英文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进而做出判断 以及进这个做出选择 或者做出这个就是写出正确的选项 这个写出正确的答案出来 就需要我们对这个英文的快速的把握它的意义 意思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好句子成分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句子成分 有这样的一个七种句子成分 我分别来讲解一下哪些句子成分 有七个 主语 位语 表语 宾语 定语 壮语和补语 好 先跟我看这样一个感觉 我看见一个很高的男孩 打了一本书刚才是不是拿走了 你的书 好 刚刚 那么这个就是主语 主语是发出这个动作的人 货物 主语是发出这个动作的 而这个呢 动词是位语动词 然后呢 这边这个一个男孩呢 他是一个冰语 是动作的承受者 我看见这个男孩 那么他就是看见的承受者 他是被看见的 所以他是承受者 冰语是动作的承受者 是位语动词的承受 承受者 很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说 拿取走你的书 然后我说 我看见一个男孩 如果我直接说 看见一个男孩 那后面就没有表达清楚 看见个男孩怎么了 是不是 也就是后面用一个 补语 冰语的补语 来对这个冰语呢 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我看那个男孩 拿走你的书 所以说这边就是一个对他的一个什么呢 补充的一个说明 叫冰语的补语 然后这个定语是什么呢 定语就是相当于我们 我们中文里面的定语是一样的 比如说美丽的姑娘 美丽的帅小伙子啊 你们是帅小伙子 那个帅 帅的就是形容你们的 知道吗 那就是一个定语 定语 形容词一般的来充当 来做 当然名词也可以做定语啊 然后呢 这个一般的是形容词来用的多 来修饰这个名词或代词的 修饰名词或代词的 这个叫定语 然后这个状语是干什么的呢 Just now我们知道是表示时间 是刚才刚刚 那么状语一般的来表示 时间 地点 原因 方式 等等 是程度 频度 表示什么程度有多少 频度啊 这样一来表示这些 状语我们一般的 由副词来做啊 副词来做 当然也可以有 介词短语结构啊 这些来做 好 我们来看呀 基本的句型 在英语当中 啊 有五种基本句型 简单句 五种最基本的句型 是什么呢 主位 第一个是主位 然后呢 第二主细表 马上我会分别说一下 你们俩一定要 把这个认清楚啊 你们要把这个弄清楚 主位兵 啊 主位 建兵 执兵 主位兵 兵补 有一种感觉 不要去 什么建兵啊 什么执兵啊 没关系的 你不要管他 然后我会 我会简单的告诉你一下 你就明白了 首先我刚才说过的 主语 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 好 然后呢 主语呢 有哪些词可以做主语呢 名词啊 代词啊 或者说 动词不定是 to do something 或者doing 这样子 或者说是 名词化的形容词 像这个 the old 这个老年人 啊 这些老年人 the disabled 是这些残疾人 或者说一个句子 啊 或者一个句子 也可以做什么呢 做主语 啊 做主语 啊 位语动词 当然就是发出了一个动作 啊 发出了一个动作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位语动词 我们可以有呢 有集物动词来做 集物动词 如果来做位语动词 那么他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兵语的 什么叫集物啊 集物就是这个物 就是一个兵语 集 我们在英语当中 应该是够得着了 相当于什么要把它加上去的 那么这个是在语文当中啊 那这样子也就是说 集物动词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什么呢 一定要加上一个兵语 啊 一定要加上一个兵语的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不集物动词 啊 这个集物一定要加上一个兵语 然后不集物动词 他既然是不集物的 他后面不能跟着东西的 所以说这么就好理解了吧 他后面不能加上兵语 他后面就是什么 什么东西应该没有 就不要加兵语了 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卫语动词 叫什么 细动词 啊 细动词 我们接下来会详细的说一下 什么叫细动词呢 避动词啊 避动词和连细动词 好 接下来说一下啊 这边记忆我下面看 第一种 第一种 最基本句型叫阻位 是不是 来跟我感受一下阻位 阻位 这个是阻语啊 阻语动作的发出者 然后这边呢 是卫语 发出了具体的动作 他为什么是阻位 因为这个卫语动词是不及误的 不及误 他后面不能加兵语 所以说他就是什么 就这样一个卫语动词 在这就可以了 他后面不要再加上什么 兵语了 这叫阻位 那他是一个正确的句子 他就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改错当中 我们的语法填空里面 就会就会运用这些知识啊 他是什么 完整的一个句子 正确的一个句子 阻位就可以了 因为他不及误 这个卫语动词 好 有的同学 可能你们俩会会说 就是说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急误的 一方面呢 我们平时积累 还一方面呢 我会教你一个相对来说 简单的方法 简单的方法 比如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居住 居住叫立五 是不是立五 然后呢 你在学习初中的时候 会学到一个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说住在哪里 你会说立五还是说立五应 你肯定会说立五应吧 是不是 他一旦后面加上 要加上借词 再加上名词地点 地点啊 或者名词的这些地方呢 然后他就是什么 叫不急误的 因为他要加上一个借词 才能后面再加上宾语 比如说住在哪里 这个哪里 才能加上去 那这个时候 这个立五就是叫不急误 如果他不加借词 直接来个宾语字 就能跟着他的 那么他就叫什么 急误的 不急误的 那么必须要加上一个借词的 所以这个样子 可以简单的一个判断 或者我们根据中文的意思 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一下 帮助我们简单的判断一下 好 系动词 系动词是由什么呢 避动词 避动词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表示感官的 其他特殊意义的词 表示感官动词 闻起来 听起来 藏起来 这样子看上去 这是感官吧 动作吧 它表示变化的 渐变的 渐变的 或表示存在的 保持 Stay Keep Remain 保持怎么样的 这些词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系动词 好 表语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表语了 我们刚才都知道 这边是系动词 系动词后面是接的成分 叫表语 表语一般的来说 我们系动词后面 要接行用词 这就是我们在改错过程中 如果说看到这边是避动词了 或者说我刚才说的 那些见面动词 感官动词 那么它后面一般是跟什么呢 跟行用词 跟行用词较多 当然也可以说呢 比如说他们现在正在家里 也就是避动词后面 跟着这些都叫表语 这些成分都是表语 避动词后面叫表语 在英语当中称之为表语 用的较多的通常是形容词 来在避动词的后面 什么可以做表语呢 你看一下 名词 他的爸爸是一个老师 看见吗 代词 形容词 见词短语 他们现在在家里 这样子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教英语 然后呢 眼见为实 这样子 好 这些 我们稍微有一个 有一个感官的认识就行了 不要太觉得 我要把它记住 不需要这样子 不需要这样子 你就大概记住 在避动词 在这些细动词的后面呢 应该是什么 一般的是接的成分叫 叫什么 叫表语 通常接的叫多的是形容词 你大概有这种感觉就行了 因为考试他会考虑这个东西 他不会考虑太复杂的 放心 我们看第二种 基本句型 我们第一种叫主位吧 这种叫主系表 我现在说话的语速快不快 你们俩嫌不嫌快 正常还是稍微快一点 是正常吗 合适 合适很好 非常好 行啊 那个呢 不快 很好 好的非常好 认真听 你们俩很认真 非常认真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来的 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了吗 看到上面这个 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始就开始设立一个分数目标分数 我建议你们两个人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分数呢 先给自己挑个40分上去吧 先给挑40分 70分的一定要挑到100分 70分挑100分 50分的挑了100分 挑了100分 挑了100分 都挑了100 然后呢 每天 每天晚上漏水之前 要想着达到这样分数的一种喜悦啊 不能想着我只有70 我只有50 我只有身子更难 视觉更难 你不要这样想 老师教你的这个方法呢 是美国的量子科学家提出来的 叫意念的 念力的秘密 念力的秘密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就是认为自己 要相信自己 在心理学上也有的叫被实现的预言 被实现的预言 叫积极的心理暗示 可能会被实现的 所以说呢 你老在心里想着它 你就会认为 你老是想着不好 我很难啊 我考不好考不好 那很有可能就会考不好 这样子 这叫心理学上面称之为叫被实现的预言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有点感觉 对意识很强大的 感觉什么呢 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分数的喜悦感啊 感觉自己 哎呀 一百分的 那种感觉挺好的啊 就是这样子啊 就做那个白日梦啊 我晚上做一下 然后当然你不能老在那边做梦啊 就是做一会就赶紧睡觉去了 还有一个做 平时做梦会做这个梦 但是就是说和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该裸力还裸力 该奋斗还奋斗啊 好 主戏表 咱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情况 主戏表 这是一个主语 我刚才说戏动词吧 必动词 啊必动词感官动词 looks turned 渐变动词 这些叫细动词 好细动词后面我们经常跟什么呢 我刚才说的表语 跟什么形容词吧 你看 happy nice read 都是形容词 好你再做改错就要注意了 他后面一般的来说呢 跟着形容词 当然 他后面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学生 he is a student 你不能说这个也错 那那那肯定 我们根据意思 他就是对的嘛 是不是 那he is a student 名词当然也对 一般的来说是形容词叫多 好 来 什么叫宾语 宾语我刚才说过了 应该是动作的承受者 是动作的承受者 好 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喜欢水果 那这个水果就是喜欢的承受 承受者 然后呢 他也和主语一样 往往有名词啊 代词啊 或者甚至一个句子来做啊 都可以的啊 都可以来做宾语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种基本句型 叫主卫兵 具体的感觉一下 好 这是主语动作的发出者 这边呢 是卫语动词 然后呢 这边是宾语 是动作的承受者 好 这叫主卫兵 主卫兵 那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要加宾语 那我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卫语动词是什么呢 是集物的 集物的卫语动词 一定要加上宾语 一定要加上宾语 如果不加宾语 那他就是一个错的 错的句子 错的句子 这就是改错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边 这边写上一个句子 叫will 当然这么 这么突然这样写 也有那个 就是will I I find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it's a place 这边我这个写的比较慢 就是it's a place 这是一个地方 it's the place 那这就是这个地方 the place the place 这个place 我这边在这边写一下 P-L-A-C-E place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平时不是要念改错吗 来看一下啊 说这是一个地方 will I find 然后呢 就是我找的这个地方 感觉好像我们真的改不出来 是不是 然后老师跟你们说了吗 说find 找 我们一般都说什么 找到什么 我们语文当中 我们汉语 是不是说我找到什么 是不是找 要一个找到什么 感觉了吗 应该这是一个什么动词啊 叫急悟动词吧 急悟动词同学们 是不是要接冰语啊 要接冰语的吧 所以老师以后改错 还会跟你们想 具体讲这个东西啊 要接一个冰语 要接一个something的 它这里面有没有something 它没有something 没有something 那么你就要在这里体现something 那这个will 它不是一个something 是不是 它不是something 它是状语 它是状语 显然它就错了 你就马上把它改出来了嘛 是不是 马上改成什么 改成which 那么就出来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which或者that 都可以啊 都可以 which或者that 都可以 这个时候就是which 代替一个something在这里 所以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抛开语法 我不需要你去想 它是定从 还是什么从 我们不需要去想 那些具体的语法 会非常的美妙啊 你到时候跟着我一起 把这个到时候学就行了 所以呢 我跟你们说 叫集物动词 我刚才说这个地方主卫兵 集物动词一定要加兵语的啊 它这边没加是不是 没加你要在前面加 前面一旦没加 它就是个错句出来了 英语的语言结构啊 英语的语言结构 好 主卫兵 那么再看一下 下面一个叫主卫 建兵和执兵 建兵执兵 什么意思呢 别想那么多 没关系 知道吗 来你看 跟我一起看 主语 然后卫语 然后呢 有两个兵语 两个兵语很简单 就是有一些动词 我们从小到大背的那些动词 它后面呢 往往能接双兵语的 比如说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我们经常会背啊 小时候就背 give somebody 初中就背了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是不是 经常有这个是不是 这个叫能接双兵语的 能接双兵语的 这个种动词 那我们呢 就是这种句型 组成的句型 就叫主卫加建兵和执兵 在建兵执兵 建兵的往往是指人 执兵的是指物 咱们不要去管那么多 知道吗 大概感觉 有这样的一个句子似的 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出来 那就他就行了 他就对了 他也是属于正确的一个句子 叫主接双兵语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兵语的补足语 我刚才说了 比如说 叫对兵语的补充说明 来跟我看这个句子 说把这个门 让这个门 让这个门怎么了 我们说 可以有留下的意思 也可以离开的意思 也可以让 让什么处于一种状态的意思 让这个什么 让这个门什么的 开着 让这个门怎么了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地方要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 兵语的补足语 来对这个门 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否则的话 让这个门怎么 就让这个门 就不完整 就不清楚 表达不清楚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用一个补足语 兵语补足语 来对他进行一个 补充的说明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五种最基本的句型 叫这是足语 动作的发出者 然后呢 发出一个动作 具体的动作 叫卫语 主卫兵 兵语是动作的承受者 好 对这个兵语 我进行一个补充的说明 比如说 我们必须 让这个门 怎么呢 哎 让这个门打开 让这个门打开 还有呢 这个消息 那我们怎么了 那我们憨辟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 对他一个补充的说明 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 我们称他是什么呢 我们称他是 Jim 我们称他 那就不完整 我们称他Jim 那就对他的补充的说明 叫兵语的补足语 兵语的补足语 那么兵语的补语呢 通常可以有什么呢 有形容词来做 也可以看到这个Jim 是专有名词 名词来做 或者说有什么呢 可以还可以有 借词短语结构来做 或者也可以有什么呢 有啊 这当然这边说 可能有点这个复杂化 然后呢 我们大概有一个意思啊 比如借词短语啊 或者是读影啊 分词 或者说 这个现代分词 和过去分词 都可以来在这边做啊 读影或当的形式 什么是定语 来看一下定语和壮语了 定语就是对名词 或代词的修饰 我刚才说 我们说美丽的姑娘 美丽的 就是对这个修饰 这跟我们汉语里面的 这个修饰 这个修饰语是一样的 修饰语是一样的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壮语 壮语通常是由 一般的来说 这个壮语呢 在句子当中表达 时间 地点呢 原因呢 方式啊 等等这些 程度啊 评斥啊 那它通常是由 副词来做 通常是由副词来做 那么这个副词 我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么 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比如说啊 我们副词 通常是由副词来做 那么这个副词是什么意思呢 副词我们可以呢 在一个句子当中呢 可以修饰一般来修饰一个动词 也就是这是一个动词啊 是不是一个 我们马上看一个句子啊 这是一个动词 然后呢 我这个副词可以放在它的前面 或者放在它的后面 来修饰它 修饰这个动词 然后我这个副词呢 还可以修饰形容词 比如我刚才说美丽的姑娘 是不是 如果我说 我就用汉语跟大家说 为什么汉语 大家可以理解的更特征一点 我如果说一个特别美丽的姑娘 那这个特别就是修饰什么 美丽的形容词的 所以这个特别就是一个副词了 或者我说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 美丽的就是一个形容词 那这个极其呢 就是一个副词 来修饰什么呢 修饰这个形容词的 所以说副词可以修饰动词 可以修饰副词 可以修饰形容词 还可以修饰副词本身 它还可以修饰副词 也就是副词可以修饰副词 比如说他工作裸力 工作是个动词 他裸力的工作 我在这么说 他裸力的工作 那么裸力的工作 裸力的就是来修饰这个动词工作的 我说他十分裸力的 这个十分 这个副词就是什么 来修饰副词裸力的 明白吗 裸力低叫裸力低 应该叫裸力低 这么说 大家已经能理解了 所以说呢 副词修饰动词 修饰形容词 修饰副词 或者修饰一个句子 一个句子 在它的开头来一个词 然后来个得号 或者没有得号 或者呢 没有得号放在一个句子的结尾 来上一个副词 来修饰这整个句子 修饰整个句子 有的时候这个得号也没有 放在句子的开头 也可以的 来修饰这整个句子 所以说我们大概知道了 副词来修饰动词 这个时候我们 修饰副词和这个整个句子 我们以后在改错过程之中呢 可能就会要注意运用到这些 这个到时候我们还会说 你们俩放心 接下来呢 跟我一起看一下 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个句子的成分 是不是 那么英语当中 最基本的句型 咱们也知道了 最基本句型 首先我们刚才除了 就说了那五个最基本句型 这五个基本句型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简单句 简单句 简单句的基本句型 那么简单句里面注意 要注意一点 就是它可以是有足语 卫语和冰语的合并 它可能会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卫语 或两个以上的卫语 或者两个以上的什么 冰语的合并 它仍然是一个属于 简单句的范畴 简单的一个句子的范畴 比如说看这个 说这个老板和这个秘书 飞往巴黎 那这个老板和这个秘书 用and来连接了 它仍然是属于什么 主语 合并起来了 合并的主语 当然 未语动语也可以用什么 and或者all等等来合并 来合并 未语动词 它仍然属于一个正确的句子 属于一个句子 属于一个简单句 好 接下来这边到重要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呢 你们俩要认真听 然后事后如果没有听 听不太明白呢 可以看回放 或者说呢 我尽量的在这个课上呢 把它说明白 然后呢 还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微信里面再沟通 比如说并列句 什么叫并列句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句 老师刚才不是说 好多那个五种基本句型的吗 五种最基本的句型 它就是简单句的表达形式 它就是简单句 属于简单句 也就是简单句的五种最基本句型 那么我们所有的句子 都是由这个五种最基本句子 也就是由这个简单句构成的 所有的复杂的句子 都是由它构成的 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这个简单句呢 用并列连词来把它连起来 就变成了并列句 那什么叫并列句呢 并列连词先看一下 并列连词 比如说and both and 这平行的并列连词 还有转折的 比如说but 怎么怎么 这个是转折的 或者英国的so for 这些东西 或者选择的 i all 或者或者 i all 不是就是 或者或者 这种选择性的 这些呢 都叫并列连词 并列连词 我们并列句呢 就用这样的 个并列连词 把两个句子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简单句 合在一起 这样就构成了个并列句 来看一下并列句 来看两个句子 我们究竟怎么样来 把它连接起来的 好 这是一个句子 这是一个句子 然后后面呢 又是一个句子 后面又是一个句子 我中间呢 可以加一个分号 这边不太清楚 这是一个分号 我中间可以加一个分号 注意了 它是正确的表达 它就是正确的表达 就是前面一个句子 后面一个句子 我用一个分号 也就是在英语当中 分号是可以连接两个句子的 因此你在改错的时候 假如说 他这边打了一个分号 你千万不要觉得 这边怎么找个分号 那你 那你这边 千万不要再来一个连词了 它非常正确的一个句子 我们不需要再加任何连词 就是英语当中 这个分号是可以连接两个句子的 前面一个句子 后面一个句子 我用一个分号连接 这是一种 还有第二种 就是并列句的 并列句的形式 前面是一个句子 然后我用一个分号 后面跟上一个像这个 hoever这一类的 这种连接性的副词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句子 这也是正确的表达 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表达形式 叫并列句的表达 并列句的形式 再看一下 接下来一个并列句 这边是一个句子 这边呢 这边又是一个句子 当然你这个位 现在可以考虑 他这个没有括号 现在可以想象 他没有括号 就是位低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也是一个句子 这两个句子之间 用一个逗号 这个时候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英语当中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叫逗号的功能 英语当中 逗号是没有连接 两个句子的功能的 这个直接影响到 我们做改错题 直接影响到我们做改错题 以及影响到我们做 任何一个涉及到语法的题目 这是一个句子 这是一个句子 这边来一个逗号 那我这个逗号 是绝对不能把这个句子 连起来的 那这边就出现了错句 这边就会出现错句 那么意味着什么 其中的一个可能是非谓语 非谓语的产生 它就不是一个句子的 就是一个非谓语的产生了 或者一个虫句的产生 要注意这个 如果是一个句子的话 如果不是一个虫句 是一个句子 还是一个动词在这边 一个句子在这边 那你这边就要一个连词 就要一个but and 等等这样一个连词 正如我们这句话 跟我看这句话 前面是一个句子 这边又是一个句子 对号是不能连接句子的 必须在它之间 加上一个并列连词 有这样的连接性的词 but and also 明白了吗 有这样的一些词放在这里 那它才是构成了 一个正确的句子 这是我们改错当中要注意的 改错当中 你要看清楚的 英语当中标点符号 它不会下点的 它一定会很规范的 它的所有的标点符号 包括阅读理解题目 标点符号都相当规范 它不会随便点的 所以这边呢 是一个逗号的话 那前后两个句子 这边一定要有一个 并列连词 有这样子 有这些 比如and but 老师刚才说的这些词 连在这才可以 知道吗 然后这个足语呢 是可以省掉的 直接来上一个 未动词定论子放在这 就是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好 这是我们对并列句的 一个认识 也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把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句子 并列起来 连在一起的 形成一个并列句的 对号的功能 我刚才呢 介绍了一下 说了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让你们呢 跟我看一下 这个屏幕分享 屏幕分享 这样子啊 我我们这个实验术 老师不不喜欢脱课 但是我跟你们 就脱就脱就脱 五三三三五分钟 三五分钟 来 我来打开这个 这个 稍等一下 算一下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算 你们俩今天非常好 从头听到尾 一直在听 老师也很感动 也很感动 老师一定 一定尽最大的力量 把你们的成绩 踢上去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 有这样的信心 我这边比较慢 因为 因为我们在上了直播课 然后呢 他对这边有点影响 可能有点卡 因为 因为我想要 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理解这个句子 理解得更清 更明白一点 所以要打开 啊 好 好 跟我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 并列句 是不是 英语当中 三种句式 一种是简单句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五种最基本的简单句型 就是 它属于简单句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并列句 另外还有一种呢 是叫复合句 那么复合句 就是所谓的虫句 撞虫 定虫 和明虫 所谓的虫句 那这个虫句呢 是由简单句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句 加上一个重属连词 啊 叫重属连词 把它连接起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告诉我这个消息 足语 未语 兵语 是不是 好 这也是兵语 你又这消息 是兵语 如果我这个兵语 用一个句子来做 用一个句子来做 这是一个句子 是不是 那它就是什么呢 兵语虫句 这叫兵语虫句的产生 好 兵语虫句 是这样产生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一个呢 使这些人很吃惊 这是足语 是不是 那足语 我如果用一个句子来做 用一个句子来做 那么它就是足语虫句的产生 这就是所谓的虫句的产生 你们大概有个印象 没有关系 说那种这些人很吃惊 什么人呢 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显然这个子端语结构 是来修饰这些人的 好 它就是定语 修饰就是定语 后置定语 好 那这个定语呢 那我们如果用一个句子来做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定语虫句的产生 定语虫句的产生 这就是虫句的产生 我们再来看 这边呢是一个时间 这边时间打得不太清楚 这边写得不太清楚 如果这个时间 我用一个句子来做 就是什么 时间 就是时间壮于虫句 就变成了时间壮于虫句了 好 这时候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问大家一个问题 提问两个问题 就是说 英语当中什么是句子 就是我们学到今天的这个句子了 那么英语句子是什么 你们思考一下 我把这边关掉 然后呢 你们告诉我一下 什么是句子 然后告诉我一下 什么是句子 什么是句子呢 好 一起加油 很好 OK 什么是句子 告诉我 简单句是句子 嗯 继续说 主戏表或者主卫兵 好的 非常好 有一点模糊的概念的 那我跟你们说一下 跟你们俩说一下 什么是句子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们俩 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意识 什么是句子呢 英语当中 句子我们不是 就是说 主卫或者主卫表这些 当然他有这就是这些 他就是一个句子了 然后我们看句子 主要是看位与动词的出现 什么位与动词的出现呢 位与动词是体现时态的位与动词 啊 我说一下 叫体现时态的位与动词 我们都知道位与动词 我们要在位与动词上面体现时态 比如说 正在进行是 我们叫be doing 啊 前面加个be动词 然后这边呢 这个动词变成ing形式 be doing 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完成是叫have done 是不是 我们要在这个位与动词上面体现时态的 所以说 当你看到 我再说一遍 当你看到体现时态的这个位与动词啊 位与动词的这个出现 那他就是一个句子的产生 比如我们在美国大片里面经常会看到 遇到紧急的情况 有一个人会说 go 啊 走走走走快跑 go 他就说一个go 然后我问你 他没有足语 他也没有冰语 他也没有足语 他也没有那些 那他是句子吗 是句子 就这一个词 他就是一个句子 他是什么句子 起始句啊 起始句 所以这就是句子的产生 那什么是句子 体现时态的位与动词出现 这个时候你就告诉自己 是句子的产生 句子出现了 一定要体现时态 如果是非位与动词 比如说doing 非位与我们都知道三种形式 我这样子 我们这个全国卷 你只要会是三种形式揪开了 就可以来应对全国卷的 以卷的考试 叫doing 或者down 或者down 还有一种形式呢 叫todo 这三种形式 他不能体现时态 所以说呢 我们称之为叫非位与 他不能用来做位与 就叫非位与 因此他的出现 既然是非位与 他就不是句子 他不是一个句子 而这个体现时态的位与动词的出现 才是一个句子的产生 好 我们对这个有一个概念了 接下来说一下 魔语式的阅读方式 我稍微加快一点 稍微加快一点 就是说你们俩辛苦了 加油加油 几分钟啊 就是说魔语式的阅读方式 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上英语的第一堂课 必须要教会学生 怎么样来真正的做好阅读 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汉语的学生 而作为一个中 就是 魔语式中文的学生 我们很快就能看出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 叫阅读的 魔语的 魔语式的阅读 马上就出来了 那么你在看的时候 你不一定是按照顺序 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来慢慢的去看 魔语式阅读方式 你不一定是这样子 你也许呢 是跳到这个阅读 阅读东西 魔语式的 也就或者拿到任何一本书 一本书的一个封面 一本书一个封面 然后它里面呢 可能写很多东西 比如说高考的五年真题 高考英语的五年真题 它可能写了三行 然后呢 你不是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的去读的 然后我们作为魔语式 是汉语的学生 你是什么 你是跳看 你是跳看 然后抓住这里面的 断断续续的信息 到你大脑里面呢 形成一个概念 对真题的 你会跳到一个真题的 然后呢 英语方面的 你马上就出来这个信息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魔语式的阅读方式 那么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 你要学会用 这种魔语式的阅读方式 来读你的英文 读你的英文的试卷 知道吗 也就是你看那个 英文的时候 你也用这种魔语式的阅读方式 它就可以让你攻破 所谓的长篮句 所有的长篮句 你都可以用这种 魔语式的阅读方式 来攻克它 所以说我们打个比方 就这一句话 叫魔语式阅读方式 如果它是一句英文 如果说它是一句英文 我们切记 不要从开头 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 慢慢慢慢的读 读一个转换中文 读一个转换中文 切记不能这样做 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拿着一只笔 那个笔拿在手上 不能转来转去的 我们这个学生啊 都喜欢那个笔拿手上 高考的时候 在手上转转转 一转 打到前面一个女生的头 那女生啊了一声 你说那个场面就混乱 那就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那个笔啊 拿手上的 要帮助自己去做 做什么 做快速去分析东西的 去画东西 点东西的 所以说不要去 在手里面乱转 到时候啊 你这时候呢 你的笔拿在手上 就是说点 就是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 我们做不到中文 这样子的快速的 分散的点 快速分散 毕竟我们是外国人 来学这个英语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 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 去干嘛 去点啊 比如说你 两三词 两三词的往前蹦 你一碰到这个词 你不要转换中文 你感觉一个信息 两三词 两三词的往前蹦 就这样母语是阅读 好了 OK了 就这两三词 两三词往前蹦的 断断续续的信息 到你大脑里 形成一个概念 就OK 就行了 对于 千万不要去分析 千万不要去分析 它的句型的结构 句子的结构 千万不要去分析 包括句型 句型也不要去分析 什么都不要去分析 结构和句型 都不要去分析 对于不认识的词 不认识的词 你根据上下文 如果根据上下文 也猜不出它 那没有关系 根本不要管它 我们很多学生 我都已经经过验证 高一的学生 我跟他讲完 阅读理解的方法 他可以把高考的阅读 就学完高一学 他可以把做完 高考最难的一篇阅读 他可以做了全对 你能说他里面 没有生词吗 他一定有 他只是充分 把握住了 他能看懂的单词 他把他能看懂的 单词的意思 结合起来 再加上我讲的 那个阅读理解的方法 他就可以把正确选项 给拎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我们三千五百个字 现在还没有会 当然你记住三千五百个 那是更好的 那是更好 但是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 我跟大家举的 这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不认识的词 不要过多的纠结 不要太过于担心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摩语式的阅读方式 跟大家说 比如说两三尺 两三尺的 你跟我一起看 这样的句子 我们会说我们 然后你会碰到这 发现 然后呢 礼堂满满的 你在看到学生的时候 其实你这边 大概眼睛也已经看到这边了 也已经看到这个旁边的满满的了 学生 老师 听 好 看到这边有的时候 有的学生就迷惑了 哎 这边又来个读音 它是什么句子啊 怎么来个读音啊 它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先不要管它 知道吗 你就这样断断续续的信息 往下面跳看 得到它的意思就行了 然后听什么呢 重要的一个报告 做的 MED做的嘛 不要产生疑惑 说这边MED 哎呀 是什么是个什么成分啊 是个畏语动词吗 还是什么 然后啊 这样子就在那边想这些 千万不要去想这些 不要去分析句子的结构 啊 做的被一个同志 来自于 这个同志不认识也没关系 大家能知道他是个人就行了 来自于 啊 人民日报的 啊 什么 时事的 啊 东欧方面的 东欧的 就结束了 知道吗 其实我跟你们俩说的这个 断断续续的信息 你们已经对这句话 这是一个简单句 但它比较复杂 比较长 比较难 所以说它是属于一个 啊 稍微有一点难度的 是一种什么 简单的一个难句了 啊 一个难句了 那么这样的以后呢 我们通过这样断断续续的信息 就可以把他的意思 已经到我们的 这个把他的意思综合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断断续续的信息 到我们大脑里面 形成了一个概念 就OK了 你就已经把握住 他的信息了 其实它最后的意思 就是这一句话 是一个简单句 我们发现这个 离他满满的 同样 最后一句话了 还有最后 最后一点点了 就是这一句话了 就是这边了 我就告诉你们 怎么样在阅读当中 碰到不会的词 没关系 跟我一起看这个 说这个主人啊 拥有这个美的 这么多钱的主人 会突然发现 他的骄傲和荣誉 这边出现 在英语当中 勒莫赞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勒莫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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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 A和B一样都不怎么样 A和B一样都不怎么样 那这句话意思应该是 他的这份骄傲和这个荣誉 也就是拥有这个舌表的主人 这个主人 他的这份骄傲和荣誉呢 不是 你看啊 不是 也就是说 和我的这个同源的times 一样都不 如果根据勒莫赞的意思来 一样都不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investment是投资 也就是一样都不是一个 很好的投资 但是 我们在考试里面 我们不认识这个勒莫赞 那怎么办 我们不认识他 你说老师我怎么办 没关系 今天我就教你们 如果说在考试中 实在不认识一个 一个词 是不是 这个一个短语的意思 你一定要根据这个语言的本身 英语是语言 你要根据语言本身的这个意义 去做它就可以了 比如这句话 也就是说 他的这份勇语和快乐 不是 你就按照这个顺序来 不是更好的一个投资 比我的同年的times表 也就是我同年的times表 不是好投资 那么他也不是更好的一个投资 不就出来了吗 不就是两个意思 两个都一样都不这么好吗 所以说 当我们不认识这个短语的意思 意思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这个 字面的意思 去猜测它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拿到我们长篮剧 该怎么样去读 拿到我们 不管是长篮剧 还是在考试当中 遇到的英文的句子 因为我们做英语试卷 是英文的试卷 给我们体现信息 我们怎么样快速的 把握住这个信息 就是这样子 两三尺两三尺的往前蹦 断断续续 到你大脑里 形成一个概念就行了 除非是改错题 你要分析它的结构 其他你都不要分析 改错跟那个 跟这个语田 跟语法填空 我会教你们的到时候 其他你都不要去 分析它的结构 结构我就 老师刚才 我已经就是说 会教你们 将来会简单的方法 教你们来 把这个结构判断出来 非常简单 英语 好的 那我们今天 这堂课呢 就到这里 你们俩辛苦了 老师今天对不起你们 拖了15分钟 那这个15分钟 将来我会还给你们 也就是说 我不喜欢拖课 一分钟都不喜欢拖的 然后我这个 好的 然后这边就是 今天我们这个课呢 就结束 然后 然后请 请大家给我 给我 给老师 记住给老师一个好评啊 知道吗 啊 给老师一个好评 知道吗 在线的同学 然后听的人 也给 也给我一个好评 然后我这个变成视频课 视频的学生 也给老师一个好评 因为你累积了 六个好评以后 老师会给你 这个批改作文的啊 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